而台積電今天股東會上有股東提到 華為積極發展晶圓代工 有沒有可能未來會超車台積電 對此董事長劉武德因霸氣秒回 不可能 今天超為蘇豐茲發佈與台積合作 但黃仁勳近日與台積創辦人張宗某同框 不知這兩位動作台積以誰的意向為主 愛我還是他 這一題真的不好回答 但可以確定的是台積電與兩家客戶關係密切 讓對手華為根本看不到車尾 這段話聽起來口氣很大 但絕對沒有誇大 華為常務董事張平安 竟且親口坦承 華為只能解決7奈米 反觀台積電已經來到1.6奈米 連武器都沒有 當然只能落後 回想去年華為還曾經找台灣人才 到中國幫忙蓋晶圓廠試圖翻身 結果因為技術仍不到位 其中一款筆記型電腦甚至被抓包 偷偷採用台積電5奈米晶片 華為他們目前是採用了多重顯影的技術 也就是說來自於光照的成本 可能是兩倍甚至是三倍 儘管中國小動作不斷 但因為技術差了十萬八千里 看來台積電還是一個人的武林 記者黃志杰劉之新竹報導